大家好我是貓王子 繼上次培養彩兔寶寶失敗之後 我還是不氣餒的 持續的想進行再繁殖的動作 那也持續的做功課 我的觀眾獨角仙 對於飼養鬥魚也有一套 因此我也請教了他許多飼養的問題 今天的影片就是我等待對彩兔 終於有要配對的跡象啦 因此我就打算記錄給大家看啦 原本我都是將他們公母分開著 飼養在飼養箱中 每天讓他們對望、培養感情 隨著飼養的背騎跟尾騎越來越長 他也會在鋼壁堵些泡泡 母魚的肚子也開始有暴染的現象 這些可以繁殖的訊息出現之後 我就打算將他們放在一起進行繁殖 在制錄同一鋼之後 我也發現他們的體色出現了一些改變 飼養的體色變得很深 也很鮮豔 母魚也是有出現一些條文的斑點 那這些也都是發行時會有的表現 所以之後呢 公魚就開始竹泡巢啦 他們也要進行交配的動作啦 今天是我將這堆彩兔放在一起的 第三天啦 那昨天在這個公魚 土泡泡的情況下 我就加了這個 寶雷龍板 放進他們的 飼養箱裡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寶雷龍板的底下 跟這個外面一點點 都有非常多的這個泡泡啊 那 我也發現這些泡泡上面好像有一些 魚卵啊 那我想他們應該是已經成功的 交配了 但是我卻發現這公魚沒有一直瘋狂的趕母魚 母魚方也偶爾會幫忙煮一下這個泡巢 不顧它 但是我想我之後還是會將這個母魚隔離以防 這個小魚出生之後母魚把小魚吃掉 那接下來我們就讓公魚慢慢的照顧我們的小魚吧 那麼又過了一天半的時間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將這一個 這對彩兔的母魚已經先行的隔離了 那目前這個蛋也已經慢慢的孵出小魚了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公魚在照顧這些小魚 如果有小魚不小心釣出來的話 那這隻公魚呢都會將他們釣起來 然後再放回去這個泡泡梨 那目前小魚孵出來的三天啦 那我都可以靠他自身的軟黃 提供他們養分 等到小魚三天之後可以平油了之後呢 我也會將這隻公魚移開 然後我會降低一些水位 降到差不多10公分左右 然後就開始 獨立飼養這一些 彩兔的寶寶啦 今天是彩兔寶寶出生的第三天啦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水面上的這些在移動的小白點呢 就是我們的彩兔寶寶啦 是不是變得比較會油了呢 那我已經將這個飼養箱 裡面的這個公魚呢 移動到隔壁的這個 魚缸啦 以防他將我們的彩兔寶寶吃掉 那飼養箱的水位呢 我也已經降低了這個 10公分左右 目的是為了讓小魚呢 能比較方便的 上去呼吸 以防他們溺死啊 那這一次這個 設置呢 也跟以往不一樣 大家有看到我連接了一個風管 那接了一顆小的氣泡石 那這個氣泡石外面呢 裹著 這個生化棉 目的是為了達到一個培菌的效果 讓這個水質不會這麼容易敗壞啊 那這個 這個方法也是我請教這個獨角仙 所得到的這些 資訊啊 那我也同時養了一隻蘋果螺 負責清理我們這個小魚 美食丸的殘餌啦 都是要讓這個水質 不會那麼敗壞 所做的一些配置啊 那這次讓這個小魚開口的飼料呢 是這個 我向這個網路上 所添購的這個汽水猥蟲 那這也是獨奧仙校推薦的一位賣家 購買的 那他 買這個汽水猥蟲呢 他會附給你一張說明書 那說明書會一步步的指導你 引導你如何培養這樣的蟲 那我們只要用棉花棒 將這個可能爬出水面的這些蟲啊 刮除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給我們的小魚進行食用啦 那希望這一次這個 最好先教我的這些方法呢 能讓我順利的將這些小魚帶大啦 非常感謝他不吝嗇的指導我了這麼多 讓我就成功的繁殖了新的彩兔啦 那就是今天的影片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AV王子 平日跟假日 都會在Twitch跟Youtube進行直播 那喜歡我的頻道呢 可以幫他按一個喜歡 然後訂閱 那記得將我們的分享出去 也別忘了按下小鈴鐺喔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更多影片的資訊啦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 再見啦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